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华失贫电影自设的黄涛 先后奪得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女演员 和电影导演会最佳女主角 更获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她就直言得了掌揪 加强金像奖的伤心 其实多少也是有一点的 但是还是觉得竞争对手也都很强 他们的戏我也都有看过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他们的角色 但是还是希望能有机会 因为充满希望可能每天会开心一点 黄涛一个友好成绩 刘华失质认为有两个人必须要感谢 首先是导演郑宝瑞 但是也是我等了很长时间才等来的 第二部属于自己的女艾号的作品 所以我也是用尽全力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再加上我很感谢郑瑞导演能够那么勇敢大胆的选择了我 因为我并没有试过戏 没有casting就是录视频什么的 只是跟她聊天半个小时她就选择我 我觉得她的选择非常的 有眼光 就很勇敢 所以她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让我觉得我不能不做好 对她对我其实都是一种挑战 第一个就是难得的好对手林家冬 她是我遇见的最好的合作演员 因为她不仅会帮自己想 她也会帮我想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演员 可能他们就光想自己的角色如何出彩 但是她会在现场跟我配合 然后也会把她的一些想法告诉我 所以从她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 不过刘阿瑟就承认 获提名金像奖后令她压力大真 因为好角色难求 这一次能够被提名 内地也很多的观众有知道 他们就会给我留言说 希望我未来不要接烂戏 不要接一些就不太好的角色 那其实我自己当然也不想接不好的角色 可是机会没有那么多 就像我说的 就一个演员遇到一个好角色 比遇见爱情还难 那我拍完支持之后 我其实有半年一年没有拍戏 我其实也是一直想要等好的剧本 可是生活会让你无法选择 你只能去接拍一些肯定没有支持好的一些戏 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 而且每一个演员竞争这么大 每个人都想选择那个更好的剧本 就机会不会给到你 何况在支持之前 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戏上映 也没有作品让大家看到 所以很多人会遗忘你 那就不会找你拍戏啊 就机会就真的很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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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